音樂劇集團 其實那個男生是我去年音樂劇的導演 他是一個二十歲的小男孩 所以就不是有什麼戀情 只不過由去年跟他開始工作 大家都很喜歡音樂劇 大家在談音樂劇的時候 就變得很好的朋友 他有什麼他又會問我 我們又可以聊很多計 我覺得在工作上大家可以合作到 包括去年跟他做了一個音樂劇 今年到他自己有個演出的時候 我都說可以幫到他做一些幕後的工作 變成完全是沒事 真是純粹一個好朋友見面 其實我不介意另一半小過我 我覺得只要這個思想上可以溝通到就OK了 所以包括這個導演 雖然他二十歲 但是他的思想都很成熟 他是二十歲 但是我們經常身邊的朋友都說 他應該是五六十歲或者七八十歲 因為他人生沒有什麼經歷 但是他都可以寫到一些很有經歷的音樂劇 我們都很佩服他